台湾经济部技术处长秋求慧 10月14日与史丹佛大学国际教务长 Karisa Little及伯克莱大学SkyDeck 亚洲区国际大使Jib Klein代表签约 预计于今年选送第一批13家法人新创 透过专业化、客制化、国际化的新创辅导 协助法人研发新创接轨全球 预计创造至少新台币3亿元的产业机会 在驻旧金山台北经文处 工研院、西谷台湾天使群 史丹佛大学、伯克莱大学等台美多方的见证下 技术处与史丹佛大学和伯克莱大学完成联合签约 在签约当天之后的记者联合发布会上 经济部技术处长秋求慧表示 技术处长期以来运用科砖计划 支持产业科技研发 今年来随着创新创业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的新显学 经济部技术处设立竞赛评选机制 激励法人创业 催化新兴领域事业的独角兽 记者会上邱处长首先向记者解释了什么是 科砖事业化生态系推动计划 也就是简称TREE 它是一个叫TREE Program 那这个是一个跟Stanford 都可以合作的这个 Program 它的Umbrella就是叫TREE 什么叫TREE呢 就是台湾的Research Institute Entrepreneur Ecosystem 它是一个台湾的研究机构的一个创业的一个Ecosystem 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Ecosystem 让这些法人研究单位的那些研究的一些成果 可以有机会可以拯动出来 所以比较特别的是 这13个团队都是从国内的这些研究的法人里面 去把我们政府的一些一些比较一些科技的投资 能够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比较前瞻性的题目 来这边来跟美国跟世界的一些市场去做对接 在TREE计划中 严选13家具国际竞争力的研发新创团队 针对其属性分别进入史丹佛大学工学院 及伯克莱大学官方Skydeck加速器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系统化课程 夜师辅导 资金媒合 市场串接等特训 再被问到印象深刻的团队 邱处长表示 他这一家他的技术是对未知的自然的威胁 他都可以去做一些预判 他可以去对未来的病毒去做预判 而不是对已知的病毒或已知的这种攻击的方式去做防治 我们有一家是做外骨骼机器人 外骨骼机器人 外骨骼机器人的话是做那种 比较是算那种怎么讲呢 就是说有些人呢行动不方便 他会瘫痪或者是说脚行动有困难 他是用那种有点像那个机器战警那种 像机器战警那样的那种机器人 那他就可以让他可以站得起来 可以去走路可以磨斗 经济部技术处期待长期扶持的台湾科技新创成果 可多元运用于产业升级及转型 提供研发技术和跨领域的产业合作机会 提升台湾未来经济成长的机会